我們是東京走橋 我是鮑伯 我是雷恩 睽違了將近快要一年的隨機冒險 終於迎來第十三集囉 東橋從東京都鐵道類的 655 個車站中 隨機選出四到六個來安排行程 選出後只能按照地理位置安排前往的順序 所有的景點餐廳必須到了當地之後 才可以開始查詢 完整的規則請自己暫停觀看 我們現在在什麼站咧 我們現在在五藏野台站 沒想到睽違快一年 我們竟然抽到了千王 這邊一出站就是農田 一出站長這樣 有一種感覺像溫室的地方 我們剛才是有史以來第一組 有史以來第一組YouTuber在這邊拍片的 好那我們現在來查看這邊有什麼景點可以去吧 第一站我們從高原寺 坐大概36分鐘的車來到了 府中市的五藏野台 那府中市它已經是在東京23區之外 然後在東京的西邊 那其實我們有一點點尷尬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鎖在地離這個白蜜台很近 所以呢我們就盡可能避免這邊的行程 所以呢我們接下來行程是要往這個 右下角的方向走 然後看起來會經過一個小小的 團地的商店街之後呢 我們就經過這個 看起來很大很好玩的公園 但其實大部分要付錢 所以我們其實要到右下角這邊的 綠地去走走之後呢 再往車站走 然後結束這邊的行程 我們從車站另外一頭出來發現 一下來就有一個7 然後也有銀行 花電 然後這邊有超商 所以剛剛那一頭可能就是比較靠 荒野農地 然後這一頭算是還是有一點生活機能 對還是要為ATM可以領錢的 通常像這種車站旁邊腹地很大的 都會有一個很大的自行車的停車場 大家可以騎車來坐車啦 這邊也有我還蠻喜歡吃的便當店Origist 然後那邊有達美樂披薩 你有沒有覺得每次拍隨機冒險啊 都很像在坐時光機 對 就是有時候會到那種很現代的站 有時候會到那種感覺三四十年 有時候會到一些大概五六十年的區域 但我覺得這才是隨機冒險有趣的地方 因為這一站啊 我在東京住了這麼久 我跟妳聽都沒聽過 當然來都沒來過 真的 而且就是看房子 就可以看得出大概這邊幾年沒有重新翻新改建 我們來到這邊或許是這邊最大的景點 叫做車返團地 然後跟大家再科普一下 我們之前也有講過團地 它其實就是大概站後那附近 蓋的有點類似政府公共住宅的東西 對 然後我們其實景點不算是團地 是團地這邊的商店街 對對對 然後也順便讓大家看一下這個 有五六十年以上歷史的房子長什麼樣子 嗨大家 你們正在安排秋天的日本旅遊了嗎 之前介紹過大受歡迎的 次期次期日本住宿優惠 現在正式更名為素洗素吸 並且重新開放囉 在網站購買優惠方案後 就可以自由選擇全日本220間合作飯店 概念跟旅展的住宿券一樣 比方說 預訂11月17日到22日的冬季State逐地 在訂房網上的價格是台幣24000元 使用素洗素吸的五碗方案 價格是日幣73000 折合台幣約16000不到 可以省下8000台幣喔 當然這個是比較優惠的例子 因為11月是賞風賞一性的季節 東京都心的住宿又貴又難定 也因為太優惠了 住宿非常的熱賣 大家記得先去網站看好 自己想住的日期跟地區有沒有適合的飯店 確定有空房再購買方案喔 這次重新開放還新增了最多9天的方案 提供更多自由搭配的空間 配合的飯店都是知名的連鎖集團 品質都有一定的保障 大家可以放心的預訂 網站也有全中文 使用說明都很詳細 任何問題都可以恰完美型客服 素洗素吸網站 以及完美型客服連結 都幫各位放在影片資訊欄 正在訂房的朋友 加緊腳步去搶優惠吧 喔對了 之前推薦過 可以在網上訂貨 直接在日本機場取貨的完美型免稅購物 現在有最新的折扣碼 而且有賣各種熱門伴手禮 要裝電器等等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暫停下來截圖喔 這個團地的商店結 來幫我們介紹一下有什麼店家吧 我一看到既然有這個湯咖哩 就讓人家有點興趣 但現在還沒有開 還有賣水果的藥局 可能賣花的郵局 當然這邊老人比較多 所以有整骨院啊 然後有些比較古老的美容院等等的 剛剛講到一個重點 老人比較多 其實我剛剛走到團地這邊觀察一下 確實這邊的居民看起來真的是銀髮族 而且是就是感覺超過60的還蠻真的蠻多的 對真的真的超多 我們現在這樣子當然是不能拍 但是真的一面而來大概就是六七十歲的 對對對老人家很多 好但是這裡的那個設施還是有更新啦 像這個大創就是新的 對但是像這個福吉花園 對這個店家啊大家可以看得出來就是真的是蠻有歷史感的 你不是覺得好像都已經可以想像就是大概五六十年前 然後大家在這邊很熱鬧的買菜啊生活的感覺 對啊 以前的交通也沒那麼方便嘛 所以可能大家的生活就是在這周遭 對啊 跟這些團地的人也互相認識 然後下個打個麻將是不是 對而且你看其實雖然說這邊是團地的住宅啊 它的外觀其實都固定有在整修 不然你看它這種白色的漆應該早就布滿了帳戶了 對啊也沒有夾蓋然後也沒有那個冷氣突出來對不對 對因為其實我之前看那個房子的時候啊 有聽就是房仲講說 他們就是都會在管理費裡面 就有一個那個住宅外觀的那個修整的費用 對 哇這團地我覺得蠻大的 對啊而且你看那個住宅門口就有一個超大的公園 對啊 哇而且這邊還有網球場 對啊 該不會這裡在當年其實是高級的團地住宅 有可能喔有可能喔 30年前每個人都要來住這個車返團地對不對 對啊 超厲害的 這附近規劃其實也蠻好的 還有一個壓力的體育館 這邊啊真的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吃 我們剛剛想找麵包店啊也沒有 或是早餐店也沒有 咖啡店也沒有 所以我們就來吃這家叫孟安 它其實是一個連鎖店啊 它在東京比較偏郊區的地方還蠻多店的 我們就吃吃看它的早餐吧 或許它也比較早 它只是開副中餐孟安 既然有餐廳可以讓我們坐下來休息一下 我覺得也是蠻幸福的 那這家店呢就很簡單啦 就是你可以用tablet去點菜啊 然後看起來也有就是中文跟英文的選擇這樣子 然後可以用照片的方式去選 其實在這種地方來說還蠻現代的 對啊其實蠻適合就是小朋友 加了一起來的 因為店裡面的位置也蠻多的 然後氛圍也蠻好的 重點是人氣很強 真的 爽 那我們最後點了什麼呢 我們點了這個鰻魚飯 這樣還蠻豪華的咧 然後呢因為就是在日本很難吃到蔬菜嘛 然後我就點了一個算是 鮪魚的沙拉 結果呢 超大 500塊這是一餐的嘛對不對 對因為我點了一個mini salad 但是其實這就是一般副餐的大小 對三百多塊 對然後它的沙拉其實大小等於是 有點像兩三個人一起吃的那種感覺 對所以下次來孟安的話 記得點普通Size就可以拿Share 感覺算蠻軟嫩的這樣子 用筷子夾起來 當然你要說跟那種 蠻魚飯的版民間比起來 當然就是落差也是蠻大的 但我覺得其實它的那個 蠻魚算蠻軟嫩的 然後它的滷汁也算蠻入味的 我覺得還可以啊 所以我覺得 沒有吃過蠻魚飯不多 所以如果你在台灣沒有吃過太多 蠻魚飯的人來講 我覺得是還蠻好吃的 我們吃飽飯來到這個 壓力釘綠地 那這個綠地呢 真的是 其實也沒有很綠啦 然後只有兩個中年大叔 以及大概十隻鴿子左右而已 這個綠地就圍繞在一大片的集合住宅中 那我們這站應該差不多就這樣了 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下一站吃雞高尾卡 接下來我們坐大概十三分鐘的車 來到杜鵑丘 在調步室 還蠻近的 但一樣都是遠離東京二十三區之外的地方 我們坐車大概十五分鐘左右 我們來到下一站 吃雞高尾卡 杜鵑丘啦 我發現這邊其實也是旅遊沙漠吧 吃飯附近其實都沒什麼 尤其是今天是禮拜一的原因 所以很多咖啡店也沒有開 所以我們就沿著我的愛心 我這邊標的愛心是一些寺廟或神社 之後呢 往上走 然後經過這個馬斯達亞 它可以經過一個 算是 遊步道吧 就是可能有一些景色的小路 這樣子 然後我們再從那邊繞回來之後 看最後如果有機會的話 吃這家 平價超高分的拉麵店 但Barden會不會多的時候 這個車站比剛剛的感覺 完善蠻多的 這個一出來有藥局7 然後又有一個小小的麵包店 而且這個車站共購的三樓 也有一些家庭餐廳 裡頭把之類的店 車站出來一看就比剛剛那個 大概繁華二十幾倍 有非常多不一樣功能的店家都有 對 這邊其實真的蠻煩人 我們剛剛找了一家麵包店 找了一家咖啡店 店都已經坐無虛席 那我們看到這附近有一個小小商店街 看看吧 這邊有日高屋 然後還有卡拉OK 還有柏青哥店 柏青哥 其實基本上算是什麼都有了 對啊 該有的都有了 這一條小小的商店街 起碼比剛剛那個團地的商店街還繁榮一點 繁榮很多 不是一點 而且走到底那條叫富士建街 不知道可不可以看到 富士山 我們可以讀讀看 這邊又有另外一家Origin 對啊 在商店街的路邊 發現一個很可愛的小小神社 日本真的是到處都有這種可愛迷你的小神社 我們就進去看看這個金光閃閃的金融寺 這邊供奉的是要師如來 那這寺廟其實已經有800年的歷史 我覺得這在我看過的寺廟裡 好像是屬於 供奉的神比較多的 就是香轎之祥 除非是像什麼日光那種很大一間 那他可能會有放很多不同的神明的雕像之外 在這個這麼小的空間裡 然後放了這麼多 像剛剛他的要師如來 然後慈母觀世音菩薩等等 滿有特色的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 杜鵑丘西公園 就藏在住宅區裡面 小小的 好啦 我說實在話這邊其實真的沒什麼景點 所以呢我們剛剛就找了很久 找到這個中仙川油步道 然後應該是這種小小的道路上有些樹啊等等的 吸一下分多斤喔 跟那個高原寺那個 桃原寺綠道 對 異曲同工之類 比較沒有整修但是應該是類似的概念 對 而且桃原寺那個比較寬啦 對 因為大家看地上這個雜草就知道 看起來應該滿滿長一陣子沒有整修了 對啊 剛剛我們太熱了 我們已經 我啦我本人快要重新了 所以就在麥當勞休息20分鐘 我們現在應該是要去排拉麵對不對 對 希望有位置 好 我們現在來到車站旁邊啊 你看3.87百名店的柴崎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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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得好滿足 那我們來講一下剛剛那個拉麵店的心得 那我點的是店家Ossusme推薦的人氣第一的鹽煮乾中華Soba 就是中華拉麵的意思 然後我覺得它的那個煮乾的香味啊 還算滿濃郁 可是湯頭本身是清淡的 然後帶一點微微的甜味 然後它的麵呢就是 也是我喜歡的細麵 然後還滿Q彈的 然後另外它的叉燒是屬於瘦肉 但是還滿嫩的 然後最後是它的那個筍乾 是我目前吃過最好吃的 就是露得很入味 可是呢不會太鹹又滿嫩 然後它整碗麵吃起來 像剛剛Bob講的 就是帶有一個甜甜的味道 就是算甘甜的方向 然後也幾乎不怎麼鹹 所以我覺得 可能是台南人會很愛的甜味的拉麵 大家可以來吃吃看 那它的拉麵分成兩種口味啊 我點的是醬油口味 那我覺得它醬油的口味的拉麵 就首先呢 就是台灣人可能還滿怕吃太鹹的醬油 但我覺得這家的醬油味其實算偏淡 然後還帶有一點點的甜味 然後我覺得它所有的配料 像比方說剛剛那個青蔥啊 然後它的叉燒啊 甚至到它的那個叫什麼 筍乾啊 我覺得都有淡淡的甜味 就吃起來完全不膩 我剛剛竟然把它的湯全部喝完 代表說我真的很喜歡這家 哇 那我們就心滿意足了 前往下一站吧 Let's go 接下來從杜鵑丘大概坐50分鐘的車一路向東 然後我們來到了新宿區的早稻田 就已經回到了都心的範圍拉 我們已經抵達早稻田了 然後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早稻田它有兩條線 一個是東西線 另外一個因為是路面邊車 所以算是不同的站 我們現在在查要去哪邊 好那早稻田這邊真的是不缺景點 首先呢我們先去這個 Cafe Goto 去看看有沒有位置 可以坐這邊喝杯咖啡之後呢 接下來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們就進到早稻田恒大學夫人走走 然後這邊有兩個神社 一個是穴霸凡空 然後一個是水稻河神社 我們去看看 你有沒有覺得一上來早稻田 就覺得回到文明的懷抱了 真的剛剛那兩站 我真的不知道有什麼東西 可是我點的 Baked Cheese Cake 然後預備 冰咖啡 巧克力糖 還有 咖啡 這個起司蛋糕啊 這個起司很香 然後外面就是很 滿酥脆 這是也口感不一樣之外 好的 這個起司還帶有一點淡淡的酸味 好吃 那我們帶大家喝完咖啡之後呢 我們來穴霸反攻看一下吧 這個穴霸反攻啊 其實就在大馬路旁邊喔 對啊 但它滿幽靜的感覺 就是算是一個小山坡上面吧 就這麼近 就這樣 這邊的那個手水啊還滿特別的 我第一次看到 不是龍啊 也不是什麼鳳凰 竟然是布袋的一個 類似和尚的角色 滿厲害的 找稻田這邊啊 找稻田這邊啊 你應該以前來過滿多次的 滿多次的 因為這邊離我家並沒有到很遠 然後我覺得這邊 看路邊這個房子啊 看起來其實都算滿新的 其實我有認識幾個人 或是我認識的人 認識的人 他們都有 都是住在找到田車附近 這附近可能是學區啊 然後它的 因為學生也多嘛 所以它的價位也沒有到很貴 然後它的新大樓是滿多的 而且我看機能算非常好 就是 一般餐廳連鎖的 有名的餐廳 然後基本上都有 然後包含我們剛去的那些咖啡廳 我覺得都 就是還算滿好的 而且它的交通其實滿方便 像我們剛剛東西線嘛 然後都店也有 還有再往前走一點 會有JR的高鐵馬場 高鐵馬場 而且這附近高鐵馬場那一區的話 就是炸豬排的那個 基站區這樣 這裡其實真的還滿不錯的 讚 我們剛才講到高鐵馬場站 然後發現這一個區域啊 就是真的以前就是一個馬場 就是養馬的地方 那我們大概散步個五分鐘十分鐘內 然後現在到了另外一個水稻河神社 然後現在到了另外一個水稻河神社 所以這邊就可以拜合格的祈願 那我們從水稻河神社大概在走十分鐘左右吧 我們現在來到早稻田大學 在這邊體驗一下書香氣息 我們現在來到大威紀念獎堂 這是早稻田這一站的最後一個景點 那這邊的UNISHOP CAFE M125 在這邊可以買到一些早稻田大學的紀念品 那如果累的話可以在這邊坐著休息 喝杯咖啡喔 那這邊大威體有一個很大的草皮 如果就是逛累的話 在這邊草皮上休息一下也不錯 那雖然這一站被我們搞得有點像旅遊介紹 但是呢 沒關係 我們就往下一站亮鍋 那預計應該也會是有點旅遊介紹 因為這兩站我們都算蠻熟的 最後我們從早稻田坐大概二十分鐘的車 繼續往東邊 來到兩國站 它是在墨田區 其實蠻接近淺草寺啊 晴空塔這些地方的 好 那我們兩國行程其實很簡單 就吃一下這邊的炸豬排擺明店 Hasegawa 你看它4點5分 然後也是在塔布勒哥的擺明店 吃完之後我們到這個 Yoko Amicho 然後這邊走一走 看看這個公園裡面有什麼東西 就可以接觸兩國行程 它這是非常知名的日本的國產豬肉三元豚 然後它有一些就是Roskatsu 然後其實價位還可以 它就是還得比較高級一點的 炸豬排店的價位 我吃了那麼多炸豬排擺明店啊 這家是真的我前五名吧 它的肉啊 雖然我點Atsukiri 就是那個厚的那個肉 但它吃起來不會很油 它炸的皮很酥脆 但是不會很油 然後它的肉也不會很肥 所以我覺得就是Atsukiri 是可以吃得完的 好吃 那這家我剛剛點的是那個 Hirekatsu 就是瘦肉的那種炸豬排 因為我比較喜歡吃瘦 那我覺得它肉雖然瘦 可是非常的水嫩 剛剛一咬下去啊 然後那個肉汁都整個透出來 然後皮當然炸的也是蠻脆的 而且我覺得好的炸豬排的話 就是你要好吃 但是不能很油膩 然後另外一點就是我剛剛沾那個 Bonsu 就是日本的一種醋 沾下去覺得哇 更加解膩 所以這家我覺得也真的是蠻好吃 蠻推薦給大家 那兩國這邊其實也蠻熱鬧 你看它這個後面很多餐廳等等的 那記得兩國這邊啊 其實跟相鋪有很重要的關聯性 所以有機會的話可以在兩國這邊 兩國進一口看相鋪 那兩國這邊有一個大景點就是 江戶東京博物館 但是因為它目前修館中在改建 應該還要蠻久之後才會開幕 那在JR兩國車站一出來 有個地方叫做江戶納蓮 那這邊江戶納蓮 這邊我覺得最有特色的地方 就是它這個江戶時代的圖表 就像不是它那邊比賽場所 這個圖表是圓尺寸的復刻 所以呢大小就是你所看到 肉眼看到的這麼大喔 我們今天剛剛好遇到 看完相鋪比賽的擅長 然後這邊人潮啊 超多的一路往那邊延伸 在兩國競技館旁邊啊 居然有一個舊安田庭園 它可以無料入場 然後四月到九月的時候 是開到晚上七點半 進去看看吧 兩國這個地方啊 不覺得它日本風味十足嗎 對啊真的耶 又有相鋪 然後又有這種日式庭園 而且我覺得這個日式庭園 無料入場 然後開到七點半 我覺得真的是很佛心耶 因為一般來說 東京的庭園 可能都要五百塊 然後可能開到下午三四點 四五點就行 差不多吧 就沒有燈 沒有燈基本上就會關了 對啊 那我們兩國最後一站呢 就剛剛在那個日式庭園旁邊 這個橫鋼丁公園 我們進去看一下吧 那我們將近一年不見的隨機冒險啦 第十三集嘛對不對 對 終於要在 終於要在 兩國站 對兩國站結束啦 那我覺得今天這行程蠻微妙的 今天在兩個基本上沒景點的站 跟兩個超級多景點的站 但我覺得 我自己印象算最深的應該是 磁雞卡歐卡 就是 杜鵑丘站 原來在那邊吃到一個 3.87的 拉麵店 因為你要在東京 其實要3.87 基本上你要排隊排到風 但我覺得就是 對我來說算是個小小的surprise 其實還蠻開心的 對 好那我是覺得今天第一站 真的算是偏無聊 在我們 玩過的站裡面 就是無聊等級 算是第一的 就是有蠻多站 跟他差不多無聊了 但就是他也不輸別人 對 你那個練馬超討厭的 對 然後後面算是倒吃甘蔗 然後 我覺得拉麵那一站 確實有 有讓我 也是驚艷到 因為 吃到一個好吃的拉麵 還蠻爽的 但只是我覺得隨機冒險 後面兩站 雖然是熱鬧的站 但是就 少了一點驚喜 因為這兩站 我們兩個算蠻熟的 就最後兩個站 變成有點旅遊介紹 就稍微無聊 對 但我覺得這就是 隨機冒險的特色 讓我就是想要 再繼續拍第14集 那就希望我們下一集 可以抽到四個 完全沒去過的站拉 好我是鮑波 主人 大家下次見 拜拜 拜拜